大家好,我是乔治 今天这期视频呢 乔治给大家分享一个点子吧 这个点子也不算非常新盈 肯定有龟友已经是知道了的 但是肯定对大部分龟友呢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这个缸 这个缸里面呢 有四个这种白色的格力盒 这个格力盒非常的神奇 它刚好可以放在那上面 这个格力盒里面 我是没有什么 没有安装什么 就是把它粘在这上面啊 是没有的 它是直接放下去 就可以卡在这上面 而且是刚刚好 然后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乔治有一个新的一个方案了 假如说乔治这个缸再大一点的话 那咱们可以把自己手上那种 需要隔离 需要单独饲养的龟 把它放在这里面 而且这样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乔治这个缸呢 长度是 长度是80 宽是25的 然后这个格力盒的话 也是正好可以放在这里面 这个乔治是没有计算过的 它就是正正好 因为之前买的时候 是没有考虑到那么多的 然后呢 后面我放在这里面呢 那这些龟呢 就一个一个都被我格力开了 然后呢 这下面这个空间的话 就可以利用起来了 但是现在我没有什么 太多时间去搞这些东西了 这下面的话 可以种一点水草 就像乔治这种 这种水草 然后呢 你养一点鱼 然后呢 你铺一层水草 你一种一层水草的话 那其实是相当好看的 然后呢 又能净化这个龟缸 又不需要你打那个二氧化碳 所以说 这对整个草缸来说的话 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大家想要 草缸和这个乌龟的一个结合 大家可以参考这种方案 这种方案的话 也是非常行的 然后呢 乔治上面这里 还配了一个过滤 这个过滤的话 对于这些缸呢 缸里面这些小东西的话 是完全没问题的 今年这个缸的话 是要加温过冬的 然后呢 也因为这个缸还小了一点 所以说乔治这些乌龟呢 只能将就挤一挤了 像这只墨蛋和这只小红面 它两个必须挤在一起来 不然的话就没有多余的位置给它了 像这边这些老黄的草龟呢 因为苗子还太小了 然后呢 我不得不给它加温 它们是大杂味 很多很多的都放在这里面 这边这两只 后面呢 也是将就了 让它们两个住在一起吧 这是乔治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新的方案 就是总结来说 就是上面养龟 下面种草养鱼 然后呢 上面那个养龟的这个隔离盒呢 如果大家买的好 然后呢 刚定制的好的话 那是可以刚刚放到这上面的 刚刚放到这上面的 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对于强迫症的龟友来说 它看得就非常爽 而且这种钢的话 如果说你阳台有一个 这种小的一个飘舱的话 你可以把它延长 你延长出去之后呢 你加两个过滤 左边一个过滤 右边一个过滤 这样看起来就很好了 然后呢 两边的植物呢 都就长在中间 然后这些龟呢 就在一个一个单独 喂在这里面 其实这种环节的话 很少出问题的龟 因为你是单独饲养的 然后喂食呢 你也能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控制 这样的话都是经养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己见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根据 自己需要不同的发射环境选择 不同的那个颜色的这个发射盒 这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乔治给大家提供的 一个新的一个方案 这种方案的话 适合那种养蛋龟 经养的那些人 那些人的话 看到这种方案的话 肯定会非常喜欢 然后呢 下面加水草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今天这期视频呢 乔治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